各位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一节开始我们学习导航 导航呢我们涉及到导航 导航桥 还有面包馅导航 还有我们的封样导航 导航呢我会封三到四节来讲 那这一节我们只学习什么呢 导航 那导航呢有选项卡的 胶囊式的 胶囊式选项卡的 以及数值排列的这个堆叠式的这个导航 还有我们自适应的导航 学这么多内容 首先我们看 选项卡的导航 好那我们新建一个websum CH14 把13的那个boostdraft的这些 css加script考过来 好打开dm01 h1 叫选项卡导航 导航呢我们用ur来做 ur里边呢我们给li ri 里边给a标签 那么叫首要 我就不改这个文字了 给上四桥信息 好首先呢给nr一个类选择器 classnav 那这个nav和我们的button不一样 那btn的话 按钮的话它会有默认样式 那nav的话我们还要附加一个样式 告诉说它是什么样的导航效果 那么这个地方给taps 表示它是选项卡的这个导航 好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 手标一上i有个选项卡 那比如说第一个手要让默认被选中 那怎么办呢 那么需要在这个li上加一个样式 叫classactive 把它呢默认被选中 就是激活的这个样式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手要默认被激活的 这是这个导航 那当然有一个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classdisable 就可以把这个策略结给禁运掉 禁掉了 是把它禁止掉 这是我们选项卡的导航 选项卡的导航比较简单 那么再看胶囊是导航 胶囊是导航 只是这个样式 附加这个样式变了 pills 好把它复制一下 这呢我们叫胶囊 把它变一下 navpills 它就变成这样的效果 鼠标移上 这样一个效果注意看 鼠标移上是一个 有个背景 背景呢是这个边角都是什么呢 有带弧度的 这是胶囊式导航 那还有一个堆叠式导航 那我们把胶囊式变成树状的 树架囊式导航囊式导航囊 我们这再加一个navstank 好运行一下 这样就变成树向排列的 注意看 纵向排列的 但它占满了你的全屏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山格呀 把它这个 这个给宽度给窄一点 是这样的一种什么呢 导航 这是对叠式这个导航 那么再看自适应导航 自适应导航和我们那个 自适应的那个按钮 差不多啊 h1 自适应的按钮组 差不多啊 自适应 自适应 好把它copy一下 自适应呢 我们就用选项卡算了 不用这个navtaps 好 需要再加一个navjustified 这样的话就是 这 其实就是把这个三个LRI设成了一个 那个 嗯 table模式 引来table 这样的一种模式 它呢 这四个按钮就占满我们的这个容器 四个导航这个按钮就占满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容器 持自适应的这个导航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分隔符 再看分隔符啊 那导航上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分隔符 可能在竖项排列的时候可能才有用 那我们在竖状排列的这地方这加个分隔符 RI 这地方给个class nav nav有个divider 好 我们下来猜他那个分隔符应该差不多 就这加了一条线 把它分隔开了 这是nav的这个divider 那我们竞用呢 我给大家讲过了 竞用就设它为disable 激活的话设给active 那竞用的话我们设给disable 在RI上设disable 那激活的话我们用active 那效果呢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导航的这个手样 默认就是什么呢 激活的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再看二级导航 我们如何做二级导航呢 首先呢二级导航肯定是一个一级导航 比如说我们是二级导航 二级导航 我先给成胶囊式的吧 nav tab也是 nav tab taps 选项卡 divider呢就不要了 disable这没有divider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那什么叫二级导航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鼠标一到这个鼠标 我点一下这弹出一个下拉菜单 那所以我把它当成下拉菜单来用 就ok了 那也就是我在这个li上 这个li上 我要欠套一个URL 我要欠套一个URL Li items 好紫菜单呢 我们给上三项 两项 三项 那这个URL呢 给它一个样式 我们叫 dropdown menu dropdown menu 下拉框 那我们在A标签上 我们在这个A标签上 把这个A 把这个首页就作为一个什么呢 下拉菜单的一个按钮 来用 那既然要做下拉菜单按钮的话 我们要给它增加一下样式 class dropdown toggle 还有加一个DataTotal等于找不到 好保存一下 第二个应该是 在这儿出现 出现items 再点一下就没有了 点一下 二级菜单 二级菜单的做法 二级菜单其实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 下拉 下拉框 那这样我们可以加一个 看看在这儿加一个 这样行不行 我把这个下拉 看来会变成什么效果 啊 这个不行 这它没有给你flow left 不能这样用 不能这样用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 这里边来 好 这样就叠这个菜单 来出现二级菜单 那这用boostdrop做二级菜单 就会变得什么呢 相当简单 只是把这个A标签 当成一个下拉菜单的按钮 来用 那给它再附带一个 再给它嵌套一个什么呢 URLI 这样个菜单项就行 在我们boostdrop2.0里边 提供了一个submenu 但3.0以后就没有submenu了 我们只能用天套来完成什么呢 子菜单 好 导航桥呢 导航桥 导航就收到这儿 那下节目再学导航桥 导航就学到这里 那这个呢 大家找到我们这个 中文档boostdrop bootcss这个中文档 找组件 组件里边找导航桥 导航吧 找导航 把这个导航从这地方一直 看到我们的 这地方啊 他这有些效果 下来菜单 给大家都也试过了 下来菜单都也试过了 好 好 这节就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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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